各位记者,大家下午好,欢迎迎讨论外交部的经济主席,欢迎来讨论。 叙利亚美军在当地进行非法小贷款的行为。 叙利亚曾经是小卖出口国,现在却有大约55%的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,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事实证明,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,心里装的是掠夺资源的算计,把人权挂在嘴边,却侵犯别国人民的生存权和生命权。 声称要捍卫民主、自由、繁荣,实际上在不断地制造人道危机。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立即结束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,停止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。 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。 首先,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。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,也不是当事方。 我们将始终站在和平和对话的一边,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,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,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、好同志、好兄弟。 两国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。 中国和古巴的合作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。 不针对第三方,也绝不接受、不允许第三方恶意中伤,抹黑污蔑。 报告中提到了关塔纳摩,这恰恰是美国对古巴一个多世纪非法干涉的铁证。 美国对古巴实施长达60多年的封锁制裁,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 美国至今还将古巴保留在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中,给他人泼脏水,减轻不了自身的罪行。 美方应当做的是反攻自省,立即停止干涉古巴内政,立即将古巴移出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,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。 我不掌握有关情况,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。 中方欢迎一切,有助于缓和中东地区国家紧张关系,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举措。 我们也呼吁尊重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按照序人主导,序人所有的原则,推进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。